各位听众大家好,我是来自星岛日报的记者吴宁兴,以下为您播报这则新闻。 对在位于圣塔安娜的Master Dye高中工作的工友巴蒂斯塔来说, 本该平凡武器的七日早晨却转变成他目前最不平凡的一天。 在学校所有人的知识欢呼下,他站上舞台,领取全新的本田Civic车钥匙。 据全新记事报报道,平常都在学校默默地帮助大家的巴蒂斯塔, 每天必做的就是清理环境、搬动桌椅以及学校的所有杂事。 他总是在大家身后扮演完美的配角,帮助学校所有人顺利过完一天。 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大家的注目点,一样成为主角。 在大家的掌声中,接获这一份他想都不敢想的礼。 巴蒂斯塔表示,我实在是太惊讶了,我当时脑子像爆炸了一样,什么都想不了。 55岁的巴蒂斯塔在2006年就开始在该高中任职,尽管不太会说英语, 却每天都用最大的笑容和亲切的问候迎接所有的学生。 对他来说,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,只有解决办法。 因此他总是想尽办法帮大家解决难题。 不管是老师、家长、学生都无法不喜欢这个尽心造福大家的开心果。 然而如果没有,学校英文老师可娃达的帮助,七日的惊喜就不可能会实现。 可娃达兴奋地说,他上个月看到一则南加州本田销售协会的广告。 在广告里提到,本田将会为值得的人提供小小的善意。 他瞬间就想到了巴蒂斯塔,也马上为他递上申请。 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一万四千个申请者中,我帮巴蒂斯塔的投地会纵选。 一位学生表示,巴蒂斯塔是我每天早晨看到的第一个人, 也是我傍晚回家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。 他每天都把快乐传递给我们。 巴蒂斯塔的热心与无私让他成为了获奖的最佳选择。 本田发言人说,巴蒂斯塔是他们第二个获奖者, 但未来的六周里将会陆续公布其他的幸运儿。 以上新闻由吴宁星编译及报道。